桃园大西举办论坛传递法税改革力量 记者方针桃园报道 今年冬天第一波冷气团南下 北台湾湿冷 但关心人民幸福的议员代表 以及法税改革联盟的热血志士们 在七风冷雨中为台湾税制改革奋战 桃园市议员陈志文 前线议员秋显二及前线议员蓝盛明 大力支持法税改革联盟提出的理念 连续在桃园市大西区举办了数场 法税征改革良心救台湾论坛 2017年12月9日在大西人和宫旁的活动中心举办 法税征改革良心救台湾论坛 大西人和宫市桃园市大西区的一座百年古庙 主寺开张圣王 为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是全台湾第一座主寺开张圣王的开机祖庙 建庙已有340多年历史 仁和宫县任董事长蓝盛明也是前桃园县议员 大力支持法税改革 他提到在议员任内及曾经接到屠宰业 多收到4000万的屠宰税 在他奔走下减免了不合理的部分 让人民免于税灾之苦 他提到很感谢志工们来此分享 大家要站出来 权益要自己争取 受益的是后代子孙 前线议员秋显二也非常关心税务的议题 在大西举办的论坛场场壁道 他看到这几年台湾局势的变迁 忧心下一代成为台劳 他呼吁 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 更好做事 要听到人民的声音 12月19日的行动是要提醒小英政府 包括所有的立法委员 要很清楚慎重的听进人民的声音 不分政党权力以赴 不是反对政府而是提醒政府 法税关系全民的幸福 参与论坛的贵宾 还有人和李里长黄赖玉 仁爱李里长蓝英中 人文李里长邱素月 赵正宇立伟特助肖正成 心服社区理事长郭明雄 大西妇女成长协会理事长吴美玉 大西早起会前会长红敏分 以及上百相亲李明 不为冷气团的笼罩 共同关心台湾的税务问题 法税改革联盟至公蔡碧珍小姐 为李明带来赴税人权宣言的 联署活动和税灾户故事的分享 2016年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公告的 新增欠税欠费呆强制执行的 件数是809万件 经统计全台湾的家庭户数约856万户 可以明显看出台湾平均每10户就有9户有欠税欠费呆强制执行的问题 比例高达9成 比例惊人 台湾人真的爱欠税 还是另有引擎 财政部公告国税局抄征人民的纳税钱 从2014年度到2017年度前三季加总起来 竟高达5500亿以上 台湾经济不景气 却连年抄征 合理吗 这些抄征的税额哪里去 立委成吟爆料国税局有所谓的税务奖金 以2016年来说 赋税署以及五大国税局一共领了上亿元的纳税钱当奖金 官员巧立明目 连举办路跑 作文比赛等都有奖金领 让立委强烈不满 说到被税单压迫人权的案例 主讲人提到 大学教授曾见原因家中除湿机自然发生火灾 造成财务上重大损失 与厂商与法院完成和解与赔偿事宜 曾教授万万没想到身为火灾受害者的自己 竟然在事件后三年收到一张由国税局开出的税单 说和解赔偿金不能列为灾害损失 要求补缴所得税及罚还 曾见原本身是法学教授 曾太太是法官 如果连他的专业知识都不能捍卫自己的权益 那一般的老百姓岂不都活该自认倒霉 现场在第青年吴惠安提到18分之12 19分之12即将在总统府前展开的 反财税黑手运动 大家应勇敢站出来了解自己的权益 为台湾的税制人权发声 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 为了下一代的幸福 共同为台湾的税制改革 敬一分心力 现场分享法税改革联盟网站 httpswww.facebook.com 斜线FFFTAX 参加民众为女士 告诉志工 这场论坛很有意义 让自己知道人民权益 也感谢志工为台湾的努力 郑女士会后告诉志工 她要回去请假 12月19日一起去凯道 为自己 为下一代的幸福奋斗 图说一 前排左二起 仁爱李李长蓝英中 前线议员邱显二 仁和李李长黄赖玉 仁文李李长邱素月 及仁和公现任董事长蓝盛明等参加 法税征改革良心救台湾 论坛 图说二 前线议员邱显二 关心税务议题 他呼吁 民进党完全执政 要听到人民的声音 图说三 桃园市议员陈志文 又四 及前线议员邱显二 又五 共同支持 法税征改革良心救台湾 冲线议员宝里面